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7月15号星期三 今天网络上有一个话题吵得非常的热门 就是有关海外民主运动的一位资深领袖魏京生先生 有一个说法是前一段时间推特上议论比较多的就是 魏京生被人说成是有一位私生女 而且也放了老魏的照片和女孩子的照片对比 大家都认为非常的像 那么这个事情当时在推特上议论的时候 大家就说到底是不是老魏的女儿 如果是的话是个好事 老魏现在已经差不多70岁了 那如果有这样一个孩子后代 那是一个好事 那就赶紧认了吧 有人说过去那么多年没有认 现在突然冒出来这么大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据说有差不多接近20岁了吧 还是说已经过了20岁 那么这么一个女儿 有了这样一个女儿的话 是不是在经济上会有很重的负担啊 或者是有些其他的一些 包括未来 假如说老魏不在的话 那么会不会有着继承遗产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就是说大家就议论的比较多吧 就是说当然呢也有一些人就是为这个事情 打了非常厉害的这个口水战 就是在推特上发帖发推 其中比较激烈的就是北风 北风的真名叫文云超 文云超跟这个黄思平 这个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那黄思平呢是这个魏京生最重要的工作助手 是魏京生基金会的这个执行主任 他们平时呢这个应该说各个方面几十年 没有如果没有二十年至少也有十几年吧 我现在记不太清楚 大概至少是有个二十年左右这样的一个 共同这个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 这样的一个经历 所以呢是黄思平一直在这个说这个事情是假的 说一开始好像是说这个中共什么事都能干出来 甚至都可以用克隆技术来做一些假的东西 后来有些人呢就说这个不太可能 这个克隆你现在好像还没有听说这个真正的克隆出一个人 而且中共为什么要去克隆这个魏京生呢 尤其是在二十年前怎么克隆啊 这个那个时候这个说法很离奇啊 就是说如果说老魏当年在中国国内坐牢的时候 就把他的什么DNA专门给留下来 然后去克隆这么一个女儿 这个似乎不太 就是从常理从逻辑上一般来讲不太能说得过去 但是后来呢 这个过了一段时间黄思平好像说法又有一点不太一样了 就是好像说的是照片是可以PS的 就是说你假如说把几个照片 经过PS以后可能就把一个人本来长得不像的就变成长得很像的了 那么他就是也晒出了几张照片嘛 就说是这个女孩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地点拍了几张照片 然后再跟老魏再进行对比 就会发现就是说有些照片也不是像人们说的一眼就能看出是老魏的女儿 没有那么像 所以说他的这个结论呢是说这个照片是PS出来的 但是网上有很多的技术高手对这个PS照片还是有很多的发言权和实践经验的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完全不像 你完全靠网上PS照片 PS出一个非常像他的人 这个恐怕是难以做到的很难做到的 这个我不是技术高手 但是我们从一般的了解的情况来看 是这样 所以这个今天呢 这个为什么讲今天议论的更加热烈呢 是因为今天有一位民主维权人士叫曾经燕 原来是胡佳的老婆 胡佳是国内非常有名的一位这个人权人士 他也是安徽五湖人 那么他经常是常年被软禁在北京 那么曾经燕和胡佳后来分手了 他们离婚了 曾经燕就在香港 在香港定居和从事有关人权方面的事业 那么曾经燕呢 可能跟这个当事人另外一方 本来另外一方是谁 大家一直不知道 一直没有公开姓名 但是曾经燕这个已经非常明确的 在这之前黄志平有一次提过 提过说对方那个 因为黄志平说这一对母女是碰瓷母女 碰瓷母母亲呢叫什么 叫刘怀钊 那么这次呢 曾经燕就在网上专门写了这个文章 就是这个刘怀钊 这位女士和卫行生先生之间 他们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呢 他是作为刘怀钊的朋友 长年的朋友这个身份 来说这件事的 所以呢 这里边也提到了就是说 过去刘怀钊很长一段时间都很内向 好像有的时候还有一种抑郁症 不太愿意跟别人谈他自己的事情 他想肯定是有什么原因 他不方便说 但是终于有一天这个刘怀钊 刘怀钊说出来了 而且是说了几个小时时间 非常的痛苦 然后说出来呢 就是这个按照他的说法呢 就是曾经在20年前被老魏强奸 然后后来有了这么一个孩子 这孩子呢 过去他可能也没有让老魏知道 只是到最近这几年才开始跟老魏联系 告知老魏有这么一个女儿的存在 那么这个事情中间呢 还有一个小插曲啊 就是北风那时候刚来美国的时候 他可能原来在香港呢 跟这个刘怀钊是认识的 有过一些同事关系 后来呢就是受刘怀钊的委托 他曾经带了几根这个孩子的头发到美国 一开始呢是打电话给老魏 说了这个事情 按照北风的说法是当时老魏不治可福 然后第二次呢就是有一次开会的时候 这个北风见到了老魏 就把那几根头发给了老魏 就是说希望去做这个DNA的鉴定 那么这个事情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那么这个事情呢 说起来的话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就是说这个从给头发到现在 恐怕也有几年时间过去了 这个事情也没有得到落实 所以现在呢这个据说双方都在打官司 就是打官司 一开始呢就是女方要求老魏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 也就是孩子养了这么大 以前都没有找他要过钱 那么现在呢孩子上大学了 学费的这个压力是很重的 这个单身母亲一个人靠写作和翻译为生 也没有太多的钱 可能经济上压力比较大 但如果要是讲魏京生念在这个父亲的 这样一个身份的话 多少给一些支持 给一些这个大学的费用 能够帮助她这个完成学业 这个女孩子现在在澳大利亚读书 是我记不清楚是悉尼还是摩尔本 反正是在澳大利亚读书 那么如果要是讲真的是自己的女儿 在经济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拿出一点钱来帮助她完成大学学业 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人伦之常 就是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那么作为老魏的朋友 我多年前也见过这个刘怀昭 这个刘怀昭呢 他原来是南华早报的记者 我曾经在北京 这个大概十六七年前吧 那时候认识她 那么后来这个一般就是网络联系嘛 他也是这个独立中文笔会的 一个非常活跃的 甚至一段时间负责任的 所以我在媒体上 社交媒体上一直跟她有互动 那么去是去年还是前年 应该是去年吧 她好像到华盛顿来 约了见过一次面 见过一次面聊一聊 谈一谈 那她可能知道我这个 跟光柜打官司的情况 那我就聊了一些 聊了一些呢 那么她自己的事情 她也不愿意跟别人多说 她跟我倒是说了几句 说了几句说的并不够 并不是很深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因为清关难断家务事 我跟老魏也是朋友 对双方我都有一定的了解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 外人说不清楚 所以最好的办法呢 一个是通过法律法庭来解决 第二个呢就是 如果有DNA比对 那是很容易就得到结论了 所以呢我觉得现在 双方都各有说法 我想最好的解决办法呢 还是应该通过DNA的比对 来这个 然后由法庭来做出决定 这个是比较合适的 否则的双方都在打口水仗 在推特上或者网上 你这么说她那么说 双方骂得也很厉害 这个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了 因为骂来骂去的话 对双方的名誉 都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吧 那么我以前也在推特上表示过 我说如果是我能够有这么一个女儿 那我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开心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计划生意政策 迫使这个很多在体制内工作的人 不能够所违反所谓的计划生意的政策 或者国策 像我们一般都是只有一个孩子嘛 我有一个儿子 那假设当年在有了儿子之后 没多久 如果要是讲 因为我太太当时在 我记得是在1989年又怀孕了 因为我儿子是1988年出生的 那么1989年又怀孕了 怀孕了 怀孕以后呢 如果要是讲 没有这种计划生意政策的强迫 那我们肯定会把它生出来 对吧 但是后来说 必须两个人都在高校工作嘛 你如果要是讲违背计划生意政策 两个人的公职都要被开除 所以当时呢 也是违心地做了这样的一个流产手术 大家都知道中国那个时代 做流产手术的非常多 非常普遍 所以这个事情呢 确实给我们夫妻双方 其实带来了很多的痛苦 就是这个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 如果这个孩子 我们当时并没有做性别的去 因为太小嘛 那时候就是说 刚怀孕没多久就做流产手术 所以呢 并不知道这孩子是男还是女 但无论是男还是女的话 如果要是讲留下来的话 那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莫大的精神财富 我觉得人类 你这个物质财富 你再多 你精英财宝再多 你有多少套房子 你有多少辆车 你有多少珠宝 都比不上 你多有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如果你是精心地 呵护他 培养他 然后帮助他长大成人 这个特别是这孩子将来取得了一些成绩的时候 你是作为父母内心是多么的一种幸福的感觉 一种满足感 所以我觉得什么都比不上这个自己有这样的好的子女 那我的儿子 我也经常跟我太太两个人经常欣赏儿子 他取得的一点点进步 我们都感到非常的高兴 虽然他也不是什么多么了不起的什么出名的人物 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但是我们就觉得他能够在他的这个范围里边把一些事情做好 我们就感到很高兴 一点点的事情我们都会感到很骄傲 所以这是做父母的这种正常的心理 这个事情呢就是讲很多朋友让我评论 在这之前也有很多人问我的意见 我其实不太方便说 因为我跟老魏是朋友 跟刘怀钊也是熟人 接触不多 但是也是熟人 所以呢我不愿意这个简单的站队 说跟谁关系好就站在哪一边 我觉得任何事情啊都是有一些公理 有一些基本的事实和逻辑 我们不要去违背公理和事实逻辑 就是只是因为跟谁啊 就是说关系好就替谁站队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比较好的处理办法 应该是和解 就是私下里解决这个问题 不要这个在公众 这本来就是私事嘛 这私事应该私下里去解决 这个如果是讲 私下里边有一个比较合适的解决方法 用不着这样的 不要去攻击这个双方的人品啊什么的 我觉得大家都是正常人 都还是比较 应该可以再坐下来说说道理的 对吧 但是这是我原来的想法啊 但是今天这个消息爆出了一个大的猛料 对吧 大的猛料呢就是说 这个说老魏强奸 那如果是强奸的话 有的人就质疑了说你为什么当时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不立即报案呢 那个时候立即报案的话 大家都会同情你支持你 那恐怕法律也会对老魏做出惩罚 据说那个事情当时发生在美国 那么作为一个民主运动的明星式的啊 这种领袖人物 如果在美国居然敢犯这样的这个罪行的话 那当然也应该受到美国法律的惩罚吧 所以当时没有报案 有的人说他是为了整个民主运动的声誉考虑 那刘怀钊他其实不是那个就是我们一般所认为的 那种完全意义上的民运人士或者是异议人士 他这么多年基本上都是一位职业女性 好像政治色彩并没有那么鲜明 当然他加入独立中文笔会 然后去做一些工作 可能中共一定也是不喜欢他的 所以呢 他难道当时有那样的一个必要 说因为老魏的这样一个民运领袖的地位 不便伤害 不便给整个民运带来负面的阴影 所以呢他就忍辱负重 就不去举报嘛 还有人说你没有了解过妇女的 特别是被强奸过女性的心理 她这种受伤害的心理 她是不愿意再受二次伤害 不愿意把这些这个自己的伤痛再扒开来给别人看 所以很多女性被强奸以后选择的就是 默不作声忍受了这些东西 多少年都不说 那么既然多少年都不说的话 为什么现在又说了呢 有的人说那如果不是经济压力 那是不是因为前一段时期 有一个叫me too运动 me too运动呢就是为女性 受到欺压欺辱的那些女性伸张正义 所以呢那在me too的运动里边 好像刘怀昭也是发生了 意思说她也有这样的事情 而且她下定决心在朋友们的说服下 准备采取一些行动 来为自己伸张正义 所以她这个决心可能是在几年前就已经下了 不是今天才有的 而且这个官司现在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所以现在呢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作为外人 作为一般的吃瓜群众了解不深 所以呢大家都别忙着下结论 双方都不要忙着下结论 应该进一步的看这个法庭审讯的这样的一个 审理的这样一个进程 然后双方采取什么样的步骤 到底是寻求和解呢 还是说双方就是势不两立 完全是不再退让 都是采取最最决绝的态度来进行互相伤害 所以这个东西呢确实是一个比较难办的事情啊 那我今天我做这个视频也是冒着很大的 应该说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来做这个视频 按道理来讲我应该比较聪明的方式就是 躲着不说 对这个事情不发一词 但是实在呢很多人非要叫我说 其实有比我更合适的人来说 但是呢那些人不说 那我呢就说几句吧 我没有说想得罪哪一方啊 有人说你是不是想做合适老老好人 我说也不是的 因为我们对事实我们都是听说我们都不是直接的当事人 所以谁也不能下一个定论啊 就到底老魏有没有强奸这回事啊 如果有强奸的话 那么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处理 即便是发生了二十年了 还有没有别的处理的方式啊 那么如果老魏没有强奸 那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就是看看这个 到底他们当时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 为什么两个人有过这样的性关系 生下了这样的孩子啊 或者是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说完全没有这个事 完全是造谣造出来的啊 那么即便当你见到这个这个女孩子 就是长的是跟老魏非常的酷实 你也可以说这是巧合 因为世界上长得相像的人太多了 那么只有唯一的一个办法了 就是做这个DNA这个鉴定啊 这个基因对比 这个是最简单的了 现在做这个东西并不麻烦 这个这个是有条件做到的 那么假如说这个事情不能够用这样的一些方式 用科学的办法 用法律的一些方式来解决的话 那继续骂下去 那就是说这个就不会有一个结果 不会有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事情呢 确实是比较复杂 这里边除了双方当事人以外 还有呢就是黄思平的身份地位 和他的这些内在的原因 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别人也不方便说 对吧 就是说他自己怎么来认识这个问题 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这个按道理来讲 本来是老魏的事应该是老魏本人来发言 本人来说这个事情是最能说得清楚的 但是老魏自己呢没有推特 他的推特好像是别人帮他打理的 然后老魏平时虽然上网可能也偶尔浏览浏览 但是他上网的时间肯定不是那么多 所以基本上都是黄思平在作为他的发言人 而且很多的事情都是黄思平在外界获得了各种信息 然后告诉老魏 所以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就是事情就变得更加的复杂了 所以如果要讲简单的话就应该是双方当事人自己来说这些事情 别人呢你说再说你也不是那个在现场的人 就是他们俩如果真的是有性关系 无论是强奸还是说双方愿意的发生的那个性关系 你到底在不在现场呢 如果你不在现场那你说这个话你再怎么去证明 从法律上来讲从科学上来讲也是苍白无力的 所以呢我讲这个话我希望不要得罪任何一个人 我是站在一个公勇的立场上来说这个话的 我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态度或者偏向 我只是说这些事情还没有弄清楚 没有到水落石出的那一刻 只是双方各有说辞 那么最好的方式就采取这样的科学的法律的方式去解决 如果实在解决不了 那再到时候再说吧 我今天先说到这儿 好谢谢各位